2015年5月11号 百革时事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中国报的评论 标题是 是保姆还是老贼 面对董种两派相针不下 中国报言论指出 如今两批人马以华教以同考绑装 不惜伤害华教和同考也要斗个你死我活 让同考运作陷入危机 也等于断送小孩的前途 很明显就是没有同理心 只有斗心 这让人民看到双方口口声声维护华教原来都是假的 就好比如两个假妈妈在比赛残忍 都在看对方愿不愿为了孩子安全而先一步放弃 如果大家都不放弃的话 就让华教和同考死于非命 谁也得不到好处 作者最后写道 论语中指出 老儿不死是为贼 看看两派的领导人都白发苍苍 理应也有智慧 知道什么叫大局为重 因此也该想想 以后自己留给后人的评价 是真正的华教保姆 或是败坏华教的老贼 接着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纳吉今天要说什么 光明日报编误顾问刘汉良在专栏《岁月留声》中写道 在过去一周 相继落幕的两场补选并未为巫统烧来加阴 因此也难以为日益面对逼宫压力的纳吉解困 而作者预料 马哈迪将趁势加大向纳吉施压的力度 加紧策动逼宫 面对消费税以及逼宫风波 11日巫统低调迎来党庆 作者相信国人没有兴趣再看到 巫统领袖和党员又一次上演表态和展示 对纳吉的支持场面 或是慕尤丁与纳吉的互动镜头 而国人更关注纳吉的大会致辞 会否更明确回应他及他所领导的巫统 及所掌舵的国阵政权所面对的种种指责